好 我們向海防博物館進發 我第一次進來 可能一天天才見到紅磚牆 在海防博物館這棟大樓的升降機上 其實有個紀念碑 這裏有個紀念碑 幸好旁邊也有個解雪 阻止十字勳章的領袖者 叫曉氏 1946年 年僅十九歲的曉氏 拿著一輛載滿彈藥的貨車 駛盡里圓門 貨車突然起火 沒逃生 反而嘗試撲火 竭盡所能 都未能阻止貨車爆炸 兩天後雙重不治 你可以見到它的帽子是在坎馬地香港墳場 這裏就是一個紀念碑可以拍一拍的 大家不妨上去博物館前也過來看一看 看到它是一號炮台 裡面是蛋藥庫 有兩間房間 趁現在沒有太多人做造型招 這裏有一個蛋藥庫 有些工具放在這裡 然後裡面還有樓梯 先走下去看看 有兩間房間 一間房間 就是放了一些蛋藥在這裡 炮蛋 另外一間 就是放了一些蛋藥筒 還是火藥筒 我們準備保衛香港 是 沒錯 大家入氣一點 看不到 看不到 好 嘩 好重 好 我們保護香港 保衛世界 怎樣? 對面魔鬼山究竟有沒有敵人 有 是 是 好啦 開槍 他就來了 我幫你潑音 這就是天后廟的位置 我看見廟 對了 記得 這位是甚麼呢 這是歐藉士兵 保衛香港 你不是向他敵對 你不是射他 是呀,他好人來的 你要和他一起一致向外 你找個敵人出來吧 話說我在海防博物館 看到有個箭咀寫著蠔溝 於是一探究竟 雖然我來過海防博物館很多次 其實蠔溝是怎樣 咦,其實我去了哪裡 這個就是蠔溝? 其實這裡才有東西看 西北溝堡 竟然是在大門的下面 大家通常一進大門就在那裡進去 其實這個位置才是歷史的 嘩,在你的後方是一座神秘的建築物 並向外增延至蠔溝 你原本要塞四個溝堡之一 西北溝堡 好了,以前蠔溝的作用 就是被人走進去做掩護 嘩,應該叫他們下來看 真的 我們先走了 其實上面的東西我看了很多次 反而我是第一次來這裡 這個呢,也是 嘩 一勒的窗口位 我還有一個藍溝堡 我們現在海防博物館的位置在這裡 我們就沿著這裡走過來 我第一次走這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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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而且這裡是 由另一個角度去看 對呀 外面 回看進去 這裡一層 這裡一層 這裡再有 好,那我們再到處探索一下 走一走一走,還看到有彩虹 大家看到嗎 這裡啊 好,我們繼續走 上面還有竹 還有啊 那我們在這個位置走進去吧 這個是可以走進去的一個 溝堡 正常是你們這樣繼續繞下去 但是這裡我也想進去看 看看 探險 有一個模型示範了 究竟這些洞是用來做甚麼 大家有興趣都不妨看看 就是拿著竹子出去 就是這樣 好,那我們就進去吧 去吧,紅磚頂 哇,樓梯也不錯長啊 你看看 好,我們一口氣走進去 一會兒再看看有沒有看 其實室內還有很多東西看的 看到有很多展館的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過來看看 我們這次主力就介紹一下 海防博物館室外究竟有甚麼東西看 這個我也沒有看過 看看 這個就是以前 炮兵的宿舍 都主要是紅磚的結構 哇,還有一棵樹山在上面 一格一格,十級以下 你看到嗎 壁爐,看到嗎 好,我先看看 咦,有一個壁爐 油櫃 我們看看油櫃 看得到手柄 是真的舊的 我不小心摸了一下 真的有點不好意思 有點不好意思 真的以前的扶手 哇,我來了這裏這麼多次 我都未認真進來 看看以前的油缸 其實就沒甚麼特別的 不過叫做下來看看 還有一些 山壽的鐵,這些位置 哇,還有一些紅磚 在樓梯上 這些可以做一個 close-up 這些吧 我猜以前這個位置 可能有一個閘 閘著,因為這裏有點癢 很奇怪啊 軌道遺跡魚類裝置 我們先看看 好,下面有一條樓梯 我們就下去看看 哇 兩支魚類 然後剛才拍的位置 就是發射的位置 哇,紅磚啊 和一下弧形拱頂 很漂亮啊 好,那我們就看完 沙基灣的海防博物館 這次就沒有大家去室內 反而看室外的東西 因為室外已經有很多東西看了 而且有些人可能有時候走漏了 就好像這個位置 就是魚雷的展覽位置 但有件事想請教大家 其實沙基灣還有一個小廟 過來過來 就是在海防博物館這個位置 魚類位置 黃色牆那個位置 黃色牆 然後有些棋子 在這條橋 但這條橋其實是封住的 究竟還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去到這個廟 真的想不到 實在是內人尋味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就不妨告訴我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在海防博物館 繼續走 繼續走 就會來到這個堤壩的位置 很多人以為 堤壩和海防博物館連接 其實不是 我們儘管看看 究竟是隔多遠呢 跳一跳 會不會跳得過呢 大家看到了 是跳不過的 距離都相當之遠 所以不要想著 在堤壩會走過來 這裡有一支炮 伸了出來 原來這個叫道口炮台 這裡還有東西看 就是這裡 好了 是走到過去的 是有距離的 所以大家不要打算跌過去 是啊 很多魚在下面 魚仔 那我們今集真的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來看見 還未解開的謎團 還未解開的謎團 就是 這個堤究竟是哪裡來的呢 大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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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條